7月25日,500多名河南游客搭乘旅游大巴先后抵达武汉木兰草原景区,进而开启英雄城市武汉之旅。 这是湖北省本月17日恢复各地跨省、区市团队旅游业务以来,武汉市迎来的最大规模跨省旅游团队。 再次来到武汉的河南信阳邱文韵说,新冠肺炎疫情以来,他就一直牵挂和关注着武汉。 今天来到此地,看到武汉疫情防控措施依然严密,景区众多武汉本地游客已经摘下了口罩,扶老鞋又前来游玩,精神面貌有说有笑,再次证明武汉是一座安全的城市。 首次来武汉旅游的信阳黎女士说,当天从信阳乘坐大巴来到木兰草原,领略到蒙古包、骑马、射箭等草原文化,他说弥补了其没去国内大草原的缺憾。 因为人家说这边木兰人这个草原挺好的,我们都老早就听说了,他们过来了,安全的,我们出来都带上车,都带口罩,进餐厅消毒啊什么都弄,没事。 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表示,目前的武汉是一座健康安全的城市,热情欢迎大家来武汉游玩做客。 5月14日至6月1日,该市完成近千万人口的集中核酸检测,这是一项世界级的创举,截至7月24日,该市现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0例,现有疑似病例0例,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0例。 同时,武汉市区疾控中心每天对重点人群聚集点,医疗机构,商场超市,农贸市场,公共交通工具,交通站点,公共卫生间,餐馆等的环境样本,以及动物性食品样本进行抽检,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。